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價錢指數 曾經一度上漲到9124點 雖然中場經濟以小漲7點多時候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一個盤中開高 震盪走低 中場直徑以收效漲的一個過程裡面 每一波短轉折 震盪的轉折低點才放出今天 當天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量從 放量的一個位置點 其實今天即便高檔區 有一點點面臨壓力的一個形式 但是內含結構應該還不錯 因為這可能是一個前一波 在低檔區有強短的一個 短線獲利了結的一個賣壓 但是真正股票壓低下來 全球股市已經非常明確的一個 指紋訊號 反而在今天的轉折低檔區 有看到有很多低階的一個進場 買盤進場 我認為已經連續三天 從廖師跟大家預告 這是7月9號 交減指數下降到8750的位置點 我們那天告訴大家是 由於研判今年的三大風險 在這個前後 有可能全數會出盡 所以我們當天是選擇 我們會員朋友可以去做正式 我們是非常積極的 在8750那個位置點是全線重壓大滿 因為我認為這個位置 這些有很多的股票 一檔一檔股票會呈現一個落底 好 今年下檔風險已經有限了 甚至於很可能是一個週KD黃金交叉 一個大波段的起漲點 你可以看到連續三天的時間 價錢指數已經拉開兩三百點 一個價差了 因為唯一的問題是在上陣綜合指數 3374只要守住之後 全球最大的風險在入股也落底的話 好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買什麼股票 去供一個大多頭的一個旗帳 這是從7月9號的時間跟大家報告說 今年最客觀的看法 好 這裡也有機會是全年一個大箱形 好 今年客觀的來看 我就認為是一個1萬點到9000點 附近左右的一個箱形 那 只要三大的風險陸陸續續排除 好 那當然在箱底的位置點 以金字塔操作邏輯來講 這個越低檔去的位置 你的股票要買得越滿 你未來才會賺得越多 因為我們跟大家報告是說 這個是7月8號的一個盤後稿 所有人都告訴你 當初在上陣綜合指數公到5000點 5178 好 這個46號是在3月16號盤後稿 就跟大家報告 W底型突破3478對稱在5000點 看到就是第一波的滿足點之後 好 全市場叫你去追 這個放棄台灣的股票 去追這個入股的這個股票 比較弱的股票這一波停牌的 這些中小型個股 一口氣是跌掉6成7成以上 那事實上當上陣綜合指數 真的殺到3374 是不是真的在7月9號的時刻點 好 在7月8號當天 入股還下殺到3400點 還沒看到374 可是真的看到3374 就連續一個4天左右的一個 短波的一個強談的一個動作了 我們來看一下日線圖的一個走勢 加權指數發展到現階段這個位階 好 我想K線已經走出三根 好像有一個矽微波的12345浪 好 那今天有一點點上影線 它其實是一個在6月這邊 好像一個橫盤整理型態的短期的壓力帶 但是我認為投資朋友可能要注意到一點是說 其實以7月指數在除選息之前有150點的逆交差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到7月中為止 所有除選息的股票影響指數的增發 大概是150點 那等於今天加權指數這高點在9124 好 大概我們抓這個9150 你抓150點的除選息 其實加權指數由於除選息蒸發了錯覺 現在指數早就已經回來這個我已經 所以我認為既然這裡是個大波亂起漲點 你現在唯一的問題就在選股而已 好不好 就如同我在9750那天就告訴大家 現在操作策略非常明確 你買第三季誰基本面最快進入旺季 那這些股票會最快的衝出主生亂的向上 要衝鋒的就是這一批最旺的股票 你把它想辦法把這些股票挑出來 放到你的投資組合裡面就好了 好 梁老師已經一步一驅的一點一滴的 按照上個禮拜跟他報告的幾個 可能那個方向包含了 第一個叫半導體 第二個叫Apple 第三個叫亞投行 你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選股邏輯 知道台積電 知道聯發科 分別季減大概是5%到7% 那其實就是今年第二季全年的最低點了 那麼你可能就會挑到今天漲停板的花科 我們是連續已經空手了 兩個多月的一個時刻點 好 那看到這個位階覺得說 今天早上開始出量了 好 一買進去我們是直接重要大買三筆 今天好 現碰出漲停板 等一下花科今天也市場的消息裡面 等一下廖老師會幫他做一個解讀 好 關於大盤廖老師不打算花太多的時間 今天價錢指數已經確認三日不破低 好 現在就是一壓回找二讓的低點 就是積極布局做多了 那其實操作策略你想辦法找 哪些股票類是保護生 好 上陣綜合指數已經壓到3374 已經是8年的大底的底部區 好 股票市場裡面有一句話 你常常聽到一句話 好 山頂上完有誰能贏 可是底部進場不賺也難 你現在想辦法去找那些已經絕對去 底部區的資深區已經到了股票 類似像我們其實今天的保護生 是把保護生獲利了結之後 馬上再去加碼華爾科 尾盤華爾科再漲停板 好 那只不過是實現 劉老師跟大家講了 好 你現在想辦法去找 進入旺季 然後他在底部區的股票 你要賺漲停板速度就會比較快 好不好 好 如果你執行這樣一個操作策略的話 真的是底部進場不賺也來 你三天就已經拉開三根漲停板價差了 好不好 那至於控盤股來講 好像這一波我們 外銷出口非常重要的指標 叫29.8宏達電 它其實也是尊重一下 這個短波套勞整理賣壓 我們今天是短賣一趟 累積了5塊錢價差 看有沒有震盪壓回低點 有低點回這值 我們再把它接回來都還來得及 形態上面就是 短波去注意一下 這個壓力的問題而已 好 那另外一檔控盤指標股叫2330的台積電 那今天有一點點補量不足 有一點點黑K 那個市場在等禮拜四的法說會 在決定說投資的比重 半導體族群要去壓多少的一個資金 好 那有沒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不斷的利空測試 都破不了底 還原前期之後 好像一個W底型已經完成了 這個形態未來 如果我越過去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大波段的組成段向上 這只是你要花多少的資金 去布局半導體族群 好 這個問題而已 好 等一下廖老師來談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展開這個波段呢 我覺得華爾科今天的表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號 好 所以從台積電這幾檔控盤指標股 跟價權指數走勢 我認為它只是一個尊重一下9170 好像形式上一個短波 感覺有壓力帶的一個地方 實質上面如果你把除全息的因素 把它還原全息 這裡沒有實質的壓力 好 我認為任何震盪壓回積極的布局 哪些股票已經在底部區 你把資金集中在這裡 你賺漲停滿 速度會最快 那更重要的是 不要等到所有利空都排除 你到時候就去追1點了 其實不論是指數 不論是股票 如果你今年想賺錢 好 你現在要做的是 就是趕快把洗洋洋股票的名單 第三季的旺旺旺股的 這批股票名單跳出來 更重要的是趁著利空 類似那134塊多的這個 台積電那個的買點 跟今天早上華爾科落底人買點 盯緊了 關鍵的時刻出手 那你要賺漲停滿 速度就會比較快 好 我認為在這裡 價權指數如果我今年客觀來看 是一個箱形 在這個箱底的位置 你一定要買到B級滿檔 只是怎麼樣買比較安全 然後時間應用比較有效率 你這樣未來當價權指數 按照我們規劃 好 接下來一個 三個季度的起漲點 你這裡買的夠滿 未來才會大賺 好不好 好 這一檔股票叫 00637L的護身22X 其實今天是早上是沒有任何高點 直接開低 連續兩根集團的一個短多 來 上陣綜合指數 連續拉三根紅K一個 短多可能來到壓力帶的位置點 你如果關心到護身22X 今天沒有任何高點開低 它其實就像83塊6 漲停滿的宏達電一樣 好 有一點點短多捷徑你的位置 好的 一口氣就重錯11% 好 其實大家都覺得 入股的ETF好做 好 入股 買入股就對了 其實我們來看護身22X 從掛牌到現在為止 只有你買在這一根紅K 你只一遍昨天去買 等於95% 99%的人 如果你沒有規劃好 入股相關ETF的買賣訊號 沒有任何一個投資朋友是賺錢的 好 我們是先空後補 關鍵買到了之後 類似的今天 好 今天在平板上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護身22X今天會殺得這麼重 因為低檔區全部都融資去攤平 搶短的一個多單 直接開低就是 把昨天一個低點都開破了嘛 它顯示是說這個融資搶短的 重碼還是相對凌亂 好 而且是沒有漲跌幅 現在是你買賣點更重要 那昨天劉老師不是跟大家講到 看到這幾檔個股相對穩健的 叫0061的保護身 今天還有平板上 我們是在這個掛19.33 是賺24%以上 平板上獲利了結出金 尾盤就做一個急殺 甚至於去轉華雅科尾盤再漲停板 好 那我認為 關鍵入股的ETF 這只是極短波的一個短多單 獲利了結的一個動作 我認為還有機會 你要等這個第二隻腳打下來 這是0061保護身 入股相關ETF 最後一次讓你去切入做多的機會了 我認為那個馬訊隨時都會出現 不會花幾天的時間 為什麼這樣講 等一下劉老師也下半段時間要跟大家講 可是從這裡進場布局 今天早上掛平板出 同樣一筆資金賺24%之後 再去買3474的華爾克 其實這檔個股 我們今天早上我們操盤是 一開盤 就請劉老師的會員朋友 因為他直接去開過21.8元 是前面兩根平台的高點 我就請我的會員朋友 直接試加碼一筆了 追到快22.2元 在這個位置點 再把保護身獲利了資金再加碼 尾盤再加碼第三筆資金 尾盤直接噴出漲停板 是不是劉老師講的 如果壓回了底部區的股票 底部進場不賺也難 我們是重壓大買三筆資金 先買先噴出漲停板 而且是如果你保護身同樣一筆資金 等於三天的時間你已經賺三成了 這次全部都是同樣一套資金 好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 重大利空的突破訊號 值得跟大家去談一談 它是一個半導體落底 非常明確的證據跟訊號 我告訴我會沒有這樣講說 好 其實紫光並美光 這其實對於華爾科 如果真的這一則消息實現 它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利空消息 但是今天華爾科 在這麼重大利空消息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卻能夠帶了23萬張 底部放量直接跳高 突破整理型態壓力之後 直接噴出漲停板 好 前面的這一檔股票 好 在這個位置點 它不是西山落底之後反彈到35塊嗎 我告訴我會沒有是說 這裡只是西之四的反彈 華爾科在35塊錢這個位置點 好 你要把他的資金全部把它賣掉 因為接下來有第五波的一個下殺 從35塊擊殺到這裡 那一口氣就殺了15塊錢 好 可是你在關鍵的時刻 進行一個加碼動作 為什麼我認為這裡很可能 這個是一個意義很重大 突破的一個起漲訊號 好 等一下廖老師下半段回來要跟大家講 好 但是我認為 其實不論是宏達天 不論是華爾科 或者是說像保護生 好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這些股票其實你真的體察都不錯 那更重要的是 就是如果沒有事先把他的支撐壓力 跟關於中期趨勢的馬馬有點馬規劃好 再好股票都很難去賺錢 好 你不會做的 你直接讓劉老師幫你的資金做最有效的利用 因為劉老師已經跟大家講了 好 第三季旺旺旺的族群 我們已經抓出3塊 那現在只是股票 哪一檔股票先進入這個位階 今天是華爾科 我們就買華爾科 亞投行概念股 上個禮拜四的位置點 好 那既然保護生是最快進入這個位階 我就儘快的先把這個保護生 放到你的投資組合裡面 好 所以關於這一波的行情 劉老師會這樣跟大家報告 最重要的還是這一點 希望所有投資朋友一起勉勵 我們會現階段唯一 關於股票 關於第三季 劉老師認為Q3旺旺旺股的這一批 最快進入旺季 最快會有衝鋒組身段這一批股票 全新的投資組合 劉老師一檔一檔個股 包含今天盤後稿 用全新一批股票 會員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今天盤後稿 機會來了 劉老師就會帶大家 做一個進場布局 那你還空手的投資朋友 掌握一個原則 一定是底部進場 買趁著底部區 趕快立功趕快買 你未來才賺得越多 好 不要三頂上玩 好 我也有底部進場 你不賺也難 有三天的時間 你跟著劉老師 把我們三個核心的主軸挑到 Q3的旺旺股進場布局 三天是三根掌停板 好不好 那華爾科看法到底如何 保護身以及上正中和指出 我們的看法到底是如何 休息兩分鐘之後 劉老師繼續幫他解析 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 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賺錢 大陸會國際家具館 中文青現正實施中 好 那我們現場 其實今天其實一大早就傳出了這則消息 第一次 紫光直接要花230億美元去買美光 非常重要的代工廠就是我們的華爾科 如果我說真的紫光買美光是利多消息 為什麼海力士跟三星會一口氣 重挫3%跟5.8% 其實如果真的實現的話 這對於低潤族群來講 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利空消息 因為一口氣 等於現在在低潤的一個市場裡面 三大的一個玩家裡面 最領先的市場 領先中國大概5到10年了 就是這三家的一個廠商 其中一家廠商被 中國的紫光清華給買走的話 等於大陸關於低潤的一個製程 的一個技術 一口氣跳躍5年到10年以下 這對於台灣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衝擊 所以關於這種低潤這麼重要的戰略地位來講 美國其實放行的機會是 這個機會是微乎其為 微乎其為 不過我認為市場會放出這些消息 顯示說低潤是一個半導體族群當中 不可或缺 無論如何它有一個最低的基本需求 所以每年固定的一個基本換機潮 一定會帶動低潤 所以低潤不再是過去這個殺價競爭 它每年會有固定的獲利的狀況 今年再怎麼樣保守估計 華爾科至少賺 大概是5塊錢到6塊錢 其實很明顯殺到20塊錢 已經殺到4倍北益級 是很明顯超跌的 所以今天早上剛好一個放亮點 開盤過21塊8 那個時間點我們其實還有一點半信半疑 但是覺得可以買先買一筆 沒有想到尾盤直接拉上0半 那主要市場突然去 因為這則消息去關心一下華爾科 現在的投資價值到底是在哪裡 突然發現原來如果今年還有賺5倍的一個實力 5塊錢的一個實力 這邊已經只剩下4倍的本益比了 是不是我們所說的底部區已經到了強烈支撐區 接下來第三季進入Apple拉貨望區 既然未源成長率還是向上 而且Apple所帶在新帶動的iPhone 記憶體的搭載率有可能一口氣成長兩倍以上 那華爾科關於明後年一個基本面的一個需求 基礎的需求支撐 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撐力道 低檔區 底部區 基本面的支撐已經到了 再來這邊4倍的本益比 而且明年有可能會開始進入佩股佩席 所以他在今天這則利空消息測試之下 居然還能夠拉過整體平台一個漲停 好我認為一個C5波已經正式落底 而且重大利空徹底完成 這裡很可能我認為就如同我給我會沒有訊息一樣 這裡華爾科有機會展開一個波段 格局跟規模比較大一波的行情 那這檔股票由於非常熱門 所以有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買在相對轉折的高檔區 那所以這低檔區加碼的一個機會 華爾科的價差的多單 怎麼樣去掌握一個關鍵 可以買的位置點的一個加碼點 你直接跟著劉老師的訊息操作 你不會做的 跟著劉老師的訊息直接去封訊 一起去進出就好 好那我們去掌握說 這一個向上的一個波段來講 滿足區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大概已經抓出 好這個非常明確的一個基礎的一個看法 你直接跟著劉老師操作就好了 另外一檔股票是0061的保護身 其實這個是5月29號 劉老師才告訴大家說 假設你這個位置點才能去追 我們是在11塊4的時間點 跟大家報告是說 以路股基本面來講 這裡絕對是長波段的一個起張點 機會是很大 好 新國9條推出之後 來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第一個是 它結合的是大陸官方的一個政策 第一個資本市場來開放 第二個是人民幣進一步的國際化的鋪路 第三個是引導外國資金開始進入大陸 事實上現階段 外國的資金在 入股方面一個買進的資金 也佔了他們總市值的比重 大概2%而已 好 其實未來勢必一定要開放 單單是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位置點 趕快去切入這一股 入股 ETF 亞投行相關的概念股 到6月24號的時候提醒你放空說 這裡已經是向上洩行 已經是向上洩行了 你在這個時候追 原始大股東賣股的幅度已經 人家都已經在賣了 我們才叫做帶領的台灣資金進去入股 像你可以看到當初在5、6月 請大家去把我們台灣資金轉去入股的人 現在一句話都不敢吭聲 因為弱的股票一口氣跌到7成了 那廖老師一直鼓勵大家是說 我們把資金留在台灣 其實台灣的資本市場相對透明穩健 你從這裡去做一個佈局 我相信未來絕對有大賺的一個機會 那至於這一個波段的走勢 這一個波段走勢我想 我們簡單的跟大家報告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好 這是從7月9號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可以買回來的位置點 好 昨天其實我們在這個壓回來的位置點 空手的人還加碼到2筆 好 告訴大家是說 這其實是未來關係的 整個和民族的一個問題 但只不過你從保護生出發會比較穩健 來今天路股有一點橫盤震盪 可是這個是類似像我們在3月7號 3478開始突破的時間點 紅三明的軋空波段起漲去 他是右空軋空起漲去 震盪壓回還有另外一個向上拉高 那這一次大陸的官方其實設立一個叫平準基金 這個把那個口號喊得很大 明天廖老師在跟大家講 漢武帝平準制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亞投行一帶一路 消化投資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波段的一個起漲點 而且你要想辦法挑出一些全新的亞投行相關概念股 好 現在還空手的投資朋友保護生我們盯買點 還有最後一個買點 但是我認為你可以開始注意這張股票叫2515的中工了 好 它是一個我們台灣非常重要的公共 公共工程的一個相關的概念股 中華工程 13個月的大底部已經完成了 今天爆出了34119張去突破了13個月大底整個完成 融資創下10年的新低 更重要的是第一季的賺已經賺到1.31 我們認為如果以現在的股價你出1.31只有5倍的PE 這就是跟華爾科的買點類似 更重要現在淨值在14.19 幾乎每年維持穩健獲利 如果加上一帶一路 未來有一個爆發性成長的機會 這13年底部區才剛剛完成的 我認為也有機會 類似劉老師測標上面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時間點如果問題只在選股 蘋果 半導體或者是亞投行 我們去找底部已經完成的股票 底部進場不賺也難 按照這樣的理念執行 一天你可以平均賺到1根漲平板 這些全新的投資組合 劉老師已經都幫大家跳出來了 都幫他跳出來了喔 好 劉老師理念還是說 我認為今年底部區大概就在這個前後 優先把第三季旺季 主生端的股票 Q3旺旺衝鋒股 全新的投資組合 一檔一檔股票 在這個絕對低檔區域起場點 你第一個時刻帶到劉老師的口訊 劉老師想辦法幫你掌握 這個第三季平板的一個行情 好不好 短天期限時限量 直接洽詢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上核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機上核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匯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降一度 降兩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現在要介紹的是一台不需要壓縮機的冷氣 第一台不需要安裝冷煤管線 真正可以吹出冷氣的水冷器 應該說它是一台 可以隨時移動的水冷式冷器 免工具 免安裝 沒有壓縮機 無用冷煤 只要140瓦真的超省電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氣機的 散熱片的散熱原理 以及中央空調 冷卻水塔降溫的冷淋效率 達到冷氣的效率 在背面的進氣孔 設置了大片的旗片冷卻網 散熱網上方是一排灑水孔 啟動電源以後 殺水口或間歇性循環出水 把旗片冷卻網淋濕 大面積的網潮 會快速吸收空氣中的熱能 轉化冷卻溫冷空氣 讓室內的力氣孔 能防效 冷耶 現在不是冷耶 是冷耶 那有的 那有的 氣氣在背 這一下就降不動了耶 你看 你看 開始有電風的氣 吹是冷氣的冷風 水你把它吹 你一直把它吹 絕對會好 為了證明 吹出的是降溫的冷氣 我們在室溫30度的環境下 用溫度計測得 熏風冰風暴雪冷氣 測得為26度 下降了4度 這的確是 有冷氣般的降溫效果 馬上買 馬上冷 馬上沉 熏風冰風暴雪冷氣 搭配的強力波輪式葉片 吹出之風量 是一般分別的兩倍以上 你待會兒冷氣氣得有過癮 如果我們這台 聽我趴趴走的 看那一間房間比較熱 還是不夠冷氣 就算已經去了 馬上買 馬上冷 馬上閃 你還在等什麼 請立即拿起通話聽通話 今天來到台中燒烏道 天氣好好 喔 妳是妳發電妳來的嗎 阿伯 妳這樣不行啦 我還在用 她哪有不行